疫情困了在香港三年 个个都心急想回乡下 是发梦都挂着那个日本乡下 只不过日本政府星期二突然宣布 由星期五起 由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起飞的航班 只能够在这四个机场降落 令到不少旅客都大失如船 好像福岗和冲城这些港人的旅行热点 星期五之后就没有直航的航班 有出发去冲城的旅客就说 星期二一听到消息 就已经买定经东京回香港的机票 昨晚都有的 买定由东京那边回来香港的 但它那里可以取消的 我觉得买定保障先 内陆机就没设计了 不过都不用太心急 航空公司就说已经帮他们想好了 有需要那时会派吉机 去冲城接旅客回香港 至于这一家人就说打算玩完再算 但如果真的没有回程机 有什么打算 最理想的当然是去台湾飞回来 始终近 航程不会太久 也有旅客不太满意日本政府的做法 觉得措施退得太急 又说全世界都服尝 不明白为什么日本要反过来做 那别人对全世界都服尝 只是对内地香港和澳门不服尝 咱只能 多久 最後一段时间 有空间的 再线